南投灯会班里之金已迈入第三年 每年都吸引许多民众到场参观 为地方带来商机与人潮 已成为县内每年特色活动之一 而该如何让这项优良的活动能够永续经营 县议员王采云也以浦里水上灯区提出建言 希望能将部分展出的作品持续展出成为新亮点 让到访浦里旅游的游客 还能欣赏到这些精彩的作品 我们浦里的水上这个灯会 看到我们很多的像瀑布 像一些树的一个光亮 我觉得我们到很漂亮的城市 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漂亮的灯饰 我希望把这个灯饰留下来 让我们来让游客还可以来这里回味 拜托我们的工部门 如何来把这个灯会某部分来永续经营 让游客来到这里不是短短的二十几天 而南投灯会办理资金虽加平如潮 但活动中还是有些部分需要再改进加强 为了使灯会的办理能够更加完善 县议员曾正言也提出建言 盼宪府能够列入考量 使明年度灯会的办理 能为地方带来更多人潮 带动经济 促进地方的发展 我们认为办法真的好 在这里就希望有两个建议 就是我们的天车庁要好好改善 我们做棒球场这段时间 开放给我们的乡亲来做一个天车庁 再来就是说 我们这边也要请到我们的港口 每年南投灯会为地方带来大量人潮 而为了能让灯会能够永续经营 为地方经济带来更多发展 县议员王彩云、曾正言 也希望县府能够及时广义 一同来努力 将南投灯会规划得更加完善 记者卢宇凯 综合采访报道